而在台湾 国民党中常会今天何被提名洪秀柱 在2016年竞逐总统大会 洪秀柱和民进党的蔡英文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 胜负关键落在两岸政策上 来看本台驻台湾通讯员任白骏的报道 目前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民调上依旧领先 但洪秀柱加入占围后局面骤变 洪秀柱坦率又话直说的个性 与蔡英文温和内敛的性格截然不同 两人对两岸政策的看法也相去甚远 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 就是要维持两岸的现状 未来无论是哪一党执政 两岸关系都必须以全民的意志的立规 而在民进党不断制造麻烦拆毁和平基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因为悠缠未激就自我设限 不敢将两岸稳定的道路往前再推得更宽广 学者认为洪秀柱计划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两岸和平 反手为攻 蔡英文也需明确表态才能应战 学者表示蔡英文胜选几率似乎开始有下滑的趋势 他们也警告要是蔡英文还是无法提出明确的两岸政策 恐怕会重蹈2012年的覆测 再次和总统宝座擦身而过 新传媒新闻人美军在台北的采访报道